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最近新加坡海军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 胜利号VICTORY多用途战艇正式下水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造舰仪式 而是一场关乎国家防务 科技创新与战略格局的重大转折 为什么说这艘船意义非凡 作为新加坡海军最新一代的核心战力 它标志着新加坡正式迈入智能化海军时代 在这个地处马六甲海峡四面环海的国家 海军不仅是防线更是战略主动权的象征 而胜利号的出现 意味着新加坡正在从传统的海岸防御 走向更具全球视野的区域威慑 新加坡不仅要守护自己 更要在区域安全中发挥稳定力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艘被称为 东南亚最强智能战舰的胜利号到底有多强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海军的主要 任务是守住国土与近海安全 但时代变了 作为全球航运枢纽和能源中转中心 新加坡的国家安全早已超越国界 延伸到海上生命线 为了保障贸易和能源运输不受威胁 新加坡必须具备更强的沿海存在力与威慑力 胜利号的下水正是这种战略转变的象征 它不仅能执行海岸防御任务 还能在更广阔的海域进行巡逻 反潜指挥与情报协调 更关键的是它让新加坡海军从防御型力量迈向区域型力量 具备了在南中国海 马六甲海峡乃至印度洋执行多任务的能力 这也是新加坡首次在防务层面明确提出 不仅要防御 还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 可以说胜利级战舰的出现 让新加坡从一个被动应对的安全参与者 变成了区域安全的建设者和规则维护者 它让新加坡在面对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时 拥有更高的话语权与战略灵活性 胜利号最令人瞩目的地方 并不是外形 而是它的内核 它是亚洲最先进的多余作战舰 首先 它采用了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 iFAP 能源效率更高 噪音更低 不仅节省燃料 还能为未来的高能武器或无人系统提供电力支撑 这让胜利号在反潜行动中更具隐蔽性 也为未来战场的智能升级预留了空间 其次 它是首批能够实现空 水面水下三维无人系统整合的战舰之一 换句话说 它可以同时操控无人机 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 在复杂环境下实现人机混边作战 这意味着更高的战场感知能力 更快的反应速度 以及更低的风险成本 这正是未来海军作战的核心方向 让智能系统为人类决策提供支撑 最后胜利号的模块化设计理念 也让它能够快速切换任务模块 从反潜到防空 从侦察到导弹打击 通过不断的技术迭代与升级 它可以服役30年以上 而不会被时代淘汰 可以说这是一艘 为未来准备的舰艇 代表着新加坡 从买舰时代 走向造舰时代的飞跃 胜利号的出现向内向外都传递了重要信号 对国内而言 它展示了新加坡 在防务科技上的资历能力 也提升了公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 对区域而言 它表明新加坡虽小 却能够以高科技倍增战略存在感 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马六甲海峡 这些全球贸易命脉区域 新加坡通过智能化威慑 展现出独特的平衡角色 而对全球视角来说 胜利号传递的是一种可信中立的安全信号 新加坡不寻求扩张 也不卷入大国对抗 而是通过稳定与技术 成为区域安全的枢纽力量 在一个地缘竞争 愈发激烈的时代 小国的新加坡正以科技为杠杆 用有限的资源换取战略自主权 这种做法也正是其外交与 防务政策中最独特的地方 不依附不挑衅 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影响 因此胜利号不仅是一艘船 更是一种声明 新加坡要的不只是安全感 而是一种可持续的战略尊严 这艘战舰的设计 反映了新加坡对未来30年的国家战略思考 科技自立战略延伸与安全塑造 它不仅代表今天的新加坡海军 更代表一个小国 如何用智慧与创新 在巨浪之中保持航向 未来当这艘胜利号 航行在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之间 它所承载的不仅是海军的使命 更是新加坡在新时代的战略信心 东南亚最强智能战舰的诞生 意味着新加坡已经不再只是全球航运中心 更是一个以科技与远舰 主导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 胜利号既是一艘船 也是一面镜子 它照见新加坡的过去 也映照出未来30年的国家雄心 那么你怎么看 你认为这样的无人战斗母舰将会主导未来的海上力量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